二亚小猫招 第一种 去温盘香 去温盘香是目前使用最多 普及率也是最广的 国家标准要求盘香充分燃烧时间 要能达到七个小时 而且充分燃烧之后会应该是白色的 如果达不到这两个要求 就是非正规产品 那盘香的去温效果也是最显著的 不过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 最好放在上风口 如果放在下风口 风一吹容易把有效成分 吹到外面去 二 蚊香与人体的距离 应该在两米以内 去温效果是最佳的 那盘香的缺点是 释放出来的烟雾浓度比较大 虽然正规产品 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但它的烟雾增加了 空气中细微颗粒物的含量 所以最好在室外 或者是家里空旷的地方 使用这种盘香 第二种 电热蚊香片 电热蚊香片的原理 是将去温成分 浸在这个小片上 当蚊香气的温度 烧到165摄氏度 就会挥发 从而达到趋纹的效果 电热蚊香片 具有无烟 无灰 无明火的优点 所以特别适合在室内使用 但使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第二天切记要将插销拔掉 否则既不安全 也会影响蚊香气的使用寿命 第三种 电蚊香叶 电蚊香叶 除了秉承了电热蚊香片的无烟 无灰 无明火的优点之外 还不需要每天去更换 一瓶可以用很久 所以可以得到广泛的使用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的非正规的产品 不仅挥发性一般 而且会产生堵塞 虚纹效果也非常的差 所以一定要去大超市购买正规产品 第四种 各种高科技驱纹产品 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各种驱纹手环 驱纹贴 超声波驱纹器 聂纹灯等等这些高科技的驱纹产品 虽然形势很新颖 适用于各种产品 但是它们的驱纹效果非常的有限 而且很容易买到伪劣产品 在没有得到大量的市场验证之前 二压不建议大家去购买 以上二压给大家介绍的 各种驱纹产品的优缺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评论